- 字幕提供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帥狗 願取利與你同在 X編年史終於更新了 我沒想到官方居然會在 3月的最後一天 才更新這次的故事 呃... 會玩啊 好我知道大家等這一集等很久了 那我就把想說的話 全部留在故事講完之後囉 提醒大家 如果你忘記之前的故事呢 歡迎透過影片的置頂留言 跟影片緊接的傳送門 回去補上喔 那麼我們切切手續 直接開始這次的故事吧 Let's go 最終決戰終於展開 原本我們以為死透的七大魔王 其實都沒死 七大魔王個個都還活著 甚至連意識都是清醒的 這個分禁我給滿分啊 話雖如此 可是這些魔王都沒有能力掙脫束縛 他們被無數隻迪亞波羅獸盯著 可憐的六大魔王 成為奧獨布獸X的專用電池 此刻他們 也渴望被拯救 至於在外頭呢 傑斯獸GX的力量非常強大 甚至一度凌駕了奧古杜獸X 但是奧古杜獸X並不是吃素長大的 而是吃了各路的大魔王 迪亞波羅獸跟光明獸 掌管了奧古杜獸X的身體 而光明獸這個壞蛋 徹底把剩下的六位大魔王 當作電池 任憑奧古杜獸 肆意的吸收他們的力量 設定上奧古杜獸X 是批敵世界樹般的存在 任何數碼寶貝都傷不了他 就算是跟世界樹對著幹的X抗體 在他面前一樣沒有效果 奧古杜獸再次吸收魔王們的力量 他的情緒開始高漲 體內看不見鏡頭的黑暗力量 再度爆發 壓制傑斯獸GX 沒想到全村的希望傑斯獸GX 居然成了單方面 挨打的一方 怎麼辦 就在傑斯獸GX陷入苦戰時 倒下的皇家騎士們又再度站了起來 整年頭單打獨鬥已經落伍了 想要贏的話 唯有才是王道啊 把我們的力量 集中給傑斯獸 皇家騎士們向傑斯獸GX伸出手 所有人都將自己身上僅存的力量 輸出給傑斯獸GX X抗體的力量全收到我身上吧 我感覺到了 大家的力量 可以 我做得到 我們 做得到 去吧 傑斯獸 傑斯獸GX還沒動 身體仿佛就被身後的夥伴們推了一把 源源不絕的力量 傑斯獸GX出招了 究極戰技 騎士侵略者 成功了 這一集完美的將傑古杜獸X一刀兩斷 傑古杜獸X停止活動 並開始逐漸瓦解 世界終於恢復和平 隨著傑古杜獸X消失 七大魔王們 也被釋放了出來 並逃回黑暗區域 但 唯獨一位魔王 沒有逃開 那就是變成數碼蛋的光明獸 之後 頑固獸決定將光明獸的數碼蛋 交給傑斯獸 會做出這樣的決定是因為 頑固獸已經完全認同傑斯獸 他已經出師了 未來不必再叫自己師父 另外 頑固獸也預言到 光明獸將會成為新的皇家騎士成員 為此 需要傑斯獸多多用心 而且頑固獸也知道 其實呢 傑斯獸他是認同光明獸 原本的理想的 原來 過去的光明獸 為了讓數碼寶貝世界實現永遠的和平 他計劃 消除所有數碼寶貝的戰鬥本能 可惜 這個想法被世界樹否決了 之後 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 光明獸才會走上歪路 雖然說傑斯獸非常認同光明獸的理想 但他知道實現理想的辦法有很多種 不必選擇到目前為止這麼激進的手段 他們可以一起找到答案 數日後 世界樹聽取了戰鬥勝利者的願望 讓就數碼世界和新數碼世界互通 世界樹同意全數碼世界的系統 而皇家騎士 也將會繼續守護全數碼世界 之後光泰和永智提出了方舟計劃 由於數碼寶貝的數量太過爆炸 又不能隨意刪除數碼寶貝 為了尊重所有有自由跟生存意識的數碼寶貝 光泰和永智 計劃回到現任世界後 擴張數碼寶貝世界的容量 少年們向數碼寶貝世界做出保證之後 就離開了 離開前 他們不忘對世界樹落下狠話 世界樹 不要隨意的刪除數碼寶貝 假如說 世界又碰到了危機 我們 會現身幫忙的 這番話震撼了世界樹 跟在場的皇家騎士 隨後 少年們就和阿爾法獸跟王龍獸 一起離開了 阿爾法獸為少年送行 隨後自己也失去了蹤跡 而世界樹 因為光泰與永智的行動 再次確認X抗體的可能性 一直以來 X抗體都是數碼寶貝為了免於 自己被刪除的命運 才突變出來 非世界樹計劃的進化 嚴格來說 跟世界樹的意識是對沖的 但經歷這次的事件之後 世界樹終於認同X抗體了 X抗體 是擁有可能性的 數碼寶貝進化形態 而這份肯定 也瞬間傳遍了整個數碼世界 數碼寶貝 X編年史 玩 狗狗們 飛啊 好我們終於看完 X編年史的故事了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次的結局 沒想到最後一集官方居然還特別畫了漫畫 算是蠻有心的啦 這次各位就可以看到比較多圖片 相信在故事體驗上已經是非常的加分了 那麼我們再來聊聊這次的故事 以及 我看完之後的感覺吧 首先我覺得故事結構 蠻一般的 就是大事件發生 然後 做好人一起共同面對危機 然後把力量集中在某個人身上 把問題解決 還好這次不是所有皇家騎士變成一把劍 交給 傑士獸GX 如果是的話 覺得太勞梗了 這次的故事還洗白了光明獸 其實我對這點是比較有意見的 因為光明獸他是一位 眾所皆知的超級反派 是個長期坐在大魔王位置上的數碼寶貝 但沒想到 他竟然又洗白了 而且還要加入 王家騎士團 What Wait what 我真的是覺得 其實不是那麼喜歡這樣的變化吧 他就是個正正當當的大魔王 當然我相信他加入王家騎士團之後 他不可能一直是好人 像我看過這麼多ACG的作品 我就覺得 好 光明獸可能在下個篇章 會以好人的姿態 有個新的聖騎士型的進化形態 出現 然後幫助好人 解決一定程度的問題 但是故事的最後 我覺得他八成就會變壞了 這個角色如果一直都洗白的話 我覺得 蠻糟糕他之前建立起來的人設啦 所以對於結局呢 官方在把光明獸打成蛋 然後 重新開始 這個決定 我真的很意外 雖然我目前不滿意 但是我得說 這就是反套路啦 不然如果一直是 你我都能夠接受的劇本 那可能都是我們猜到的東西 所以官方這一首 真的很令人意外啦 反正只要到最後 光明獸都沒有失去他作為大魔王的自尊 我覺得都是可以接受的啊 所以接下來就等這個宇宙觀的故事 繼續往後推 然後對於這次的故事呢 讓傑斯獸當英雄 我覺得也不錯啦 不然 送馬貝之前一直捧奧米加獸 然後又捧 阿爾法獸 偶爾換個人 來扛這個大位子 我覺得也不賴 但沒想到居然是 傑斯獸 真的超意外是他的 真的蠻適合的 剛好在故事裡面 傑斯獸自己也是有一個師傅 啊就是頑固獸 所以在這個作品裡面 看到頑固獸跟傑斯獸的 司徒親的爆發 我覺得劇情的張力更夠啦 至少不是單純的打打殺殺 我們看到另外一部份的 情感的展現 很不錯 但比起傑斯獸啊 我覺得整個故事看完之後 我反而比較喜歡 頑固獸 真男人的數碼寶貝 能打能坦 而且還會掩飾英雄 看完之後真的是一個 非常好的師傅 我怎麼想到東方不敗啊 好整體來說呢 這故事雖然有一點 虎頭蛇尾的嫌疑 而且 光明獸的表現 讓我看了有一點 嗯 喂 What 不是很能夠接受 但整體來說呢 這個故事讀的還算有趣啦 所以希望大家跟我一樣能夠享受 這幾集的故事內容 那這邊跟大家補充說明一件事情 因為這次的故事 如果你只從官方的 網站去看的話 他的文字小說 內容是超級少 真的很少大概只講了 皇家騎士 面對 奧獨故獸 是處於劣勢 然後之後 所有的皇家騎士 把力量集中給 傑斯獸GX 才反推這次的大魔王 然後結局呢 光泰和勇智 告訴世界術 跟所有的數碼寶貝 他們到了現在世界 會去擴大數碼被世界的容量 幫助他們解決人口爆炸的問題 大致上 就這樣 沒了 網路上的故事量 就這麼一點點 所以這次影片呢 刷狗找到漫畫 然後看完之後 再進行東貼西補吧 就是 看完網路的資料 再把漫畫的故事 進行 合併 用我自己認為 比較順暢的順序 去講這次的故事 所以這次影片的故事資訊 我不敢說他是對的 順序可能也有錯誤 所以鼓勵大家 如果 你日文內力OK 或有時間的話呢 歡迎自己再進行交叉比對喔 這樣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而且自己也加了不少 我自己 看故事時的吐槽 跟想說的話吧 就像是 唯有才是王道 我相信一定有老玩家 GET到 好啦 以上就是這支影片的全部內容 再次感謝各位 跟我一起看完這次的故事 真的非常感謝大家 那麼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請幫我照顧一下 兩大魔王 訂閱鈕跟鈴鐺喔 還有我的粉專 跟IG 也幫我照顧一波 那麼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啦 See you 再見囉 by bwd6